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就是瘟疫 所谓SARS流行 人心惶惶 不知何去何从 确实 这个疾病对人类来讲 是有很大的威胁性 尤其是传染病 那我们要知道病 它的原因 来自何处 这次听说SARS 是由动物的反弹 传播给人类 我们知道 这个瘟疫 我们中国古代讲瘟疫 我记得感应一篇这本书上 就提到这个事情 它说到一个故事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管斯人 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在元旦的时候 早上五更天的时候 他看到了鬼 他觉得很奇怪 你们是什么鬼 来这里做什么 这些鬼就回家 回答啦 我们是 异鬼 来人间传播瘟疫 那 那我家 可不可以 幸免呢 嗯 你们家没吃牛肉 瘟疫不会传到你家去 你看看 感应篇是 这本书啊 这本书啊 这叫吉福小雅之道 里面的故事 都是有根有据的 不是随便乱讲的 那么地藏经 也提到 进攻法师在讲地藏经也提到 他说地藏经 讲的行病鬼王 这个行病啊 就是一般讲的瘟疫 他提传染病 这也是鬼神在当中作祟 在当中散步 这是我们 佛家 讲的道理 那么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 比较 崇拜科学 不认为 这是 鬼神在作祟 或者是有瘟神异鬼 他不一样的认同 所以他们用 现在科技的方法来 等于要扑灭这个瘟疫 这行得通吗 其实 是有问题的 我们晓得 杀生啊 会造成灾难 这是英国大师也常常提到的 英国大师说 若是推救灾祸之来因 都由杀生而起 欲止杀业 需从戒杀赤树 户习悟命 及买放生 买放悟命 这样子才能够消灾免难 转为为安 但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为现在人所接受呢 因为现在人所受的教育 不是我们中国 古圣先贤的教育 已经忘掉了 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 让人了解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人了解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让人了解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是我们 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所在 现在是强调 科技的教育 知识的教育 学校变成知识传习所了 所以人呢 根本就不懂得 人与人之间 和睦相处之道 人与天地之间 该如何做好环保工作 人与天地鬼神之间 如何能够进鬼神 进天地鬼神 这些道理认为是迷信的 现在人 那就很糟糕了 想要解决问题 反而会制造问题 不但解决不了 反而会更严重的 产生更严重的后遗症 比方说 你看前几年 口提异事件 现在又狂流病 这都是瘟疫啊 现在用科学的方法认为 赶尽杀绝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赶得完杀不了吗 要知道 越杀越多 杀不了的 杀不完的 这些生物 这些动物 有生命的友情动物 一个众生就一条命啊 所以佛家讲慈悲啊 众生平等啊 众生都有佛性啊 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杀是凶暴 罪伤天和 古人讲 和气之强 利气之殃 你看 我们的杀气这么重 自然就产生 天地间的变化 灾难就来了 治殃嘛 你招感这个灾难嘛 所以说 这个问题知识体大 那么古代 他们怎么解这个瘟疫问题呢 也可以提出来跟各位讨论一下 古代的帝王啊 发施政方面啊 若是产生了这个灾难 他觉得自己施政有问题 要检讨改进 要闭门思过 上至帝王下至群臣百官 要减散思过 减散思过 减散思过 他把自己的饮食 减少 来反省 懺悔 挽回天心 这样子处理 灾难自然就化脚 减少了 自然就没有了 就把这个灾难就化掉了 古代是这种方法 现在人可能很难接受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现在所受的教育 内容不一样 几乎都是知识的传授而已 传到授业解惑 只是授业 传到什么到 不知道 解惑宇宙人生的真相 大惑不解 所以如何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的 是我发觉现在解决很多问题 不但解决不了 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这点跟各位参考一下 感应篇这本书也提到 昆虫草木由不可伤 不要说动物了 连昆虫草木小的动物 草木 草木无情吗 草木 草木还有知觉的 各位有没有听过 你看这个花很漂亮 对不对 你看你照顾它的时候 你用爱心去照顾它 花长得特别漂亮 草木都喜欢听唱歌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种事实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你就对一切的 这个事情啊 你会看的 会透彻 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看法 认为这是 但是醉的就一意孤行 这样是很不好的 草木昆虫由不可伤 非礼亨斩 这都是感应篇里面的名句 我们现代人啊 老实说啊 老实说啊 以前人啊 吃东西啊 清淡 所谓鱼生火 肉生痰 青菜萝卜 保平安 以前人啊 过年过节才吃点肉的 现在还是每天过年过节 每天杀生食肉 肉的消耗量实在太多太多了 光是我们一个小丑的地方 猪的消耗量可能几八万头 鸡的消耗量不到上千万只 那蛋就不要说了 上亿个 这鱼烟太多太多了 所以每天吃这些这个 昏腥的东西啊 产生了沙叶 那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每一个人从出生 到长大成婚 到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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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生到最后是 往生 用了多少的肉啊 用多少的昏食啊 这些都是杀业的由来 难怪 会招感戾气灾难 所以国父说啊 提到 術食 服術食者 服術食为延年益寿的妙述 以为今日科学家 卫生家 生理家 医学家所供认 这是国父他提出来的看法 所以 现代人啊 想要避免疾病 我们中国人讲 病从口入 所以吃东西要特别的注意 尽量不要贪口腹之欲 而自杀生情 对我们本人来讲 可以这个 迁服 也可以避免灾难 这是 中国古代圣经典上 道家 儒家 乃是佛家 都有这样的讲法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 那么 我们提到这个病啊 现在SARS来讲 是一种 严重的 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 它具有传染的性质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其实癌症死的更多 SARS死的还没有那么多 只是因为它会传播 所以一种没有预警的 或者是跟人接触 就会产生传染 所以大家心里会 难免会产生恐慌 恐慌呢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甚至减少我们的这个 免疫力 反而你越想它 越糟糕 所以一切法 从心想生 病由 夜深 夜由心造 这个心念太重要了 所以我建议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传染 还是疫情还是流行的时间 大家的心念 要特别着重心性上的修为 自然能够用慈悲心 用这个亲近心 来使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也可以化解这些 所谓的无形的灾难 不管它已经产生有形的力量了 毕竟这个传染的病菌 刚刚讲过了 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主导 所以 因为 我们要了解这个 业力的来由 它产生的因素 我们要从根本下手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要不然的话 会四倍而公办的 除了目前造了政府所倡导的法令之外 还有作为之外 我们遵作法令去做 我们佛教徒 比较这方面了解的 比较深入一点 知道戒杀放生 可以转为为安 我们把这个观念 要普遍的这个推广 弘扬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杀生 对自己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因为今天他讲得很清楚 杀生得二种果报 一则短命 二则多病 一个人啊 要得到SARS 也有他的得到的原因 不是那么凭空而来的 是凡事必有因 万法因缘生 你有这个果 绝对有因的 只是我们没有智慧去了解 它因从哪里来 这是我们现在 因为没有读圣贤书 智慧不开 才会有这种的浮疑 甚至这种的想法 因为自己很倒霉 就怨天尤人 很恐怖 这个医院不要接到我家何必 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众生需要教育 教育乃百年大计 教育要有真正的内容 才能够达到 一风一俗 感化人心的效果 这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 因为几十年来 对圣旋的教育的倡导 太低 没有在用心 都着用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所以做人处事的道理 人民爱物的道理 没有讲得很清楚 今天我这里特别提出来 跟各位报告 比方说你看 昆蟲草木有不可伤 感应篇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 昆蟲草木的问题 虽然是细小的昆蟲 无情的草木 也不可以伤害 前两天我去运动 爬山 现在人都喜欢保护身体 健康 运动 很着重身体的保养 但是一边运动一边杀生 你怎么能够维护你的长寿呢 人者瘦 你长寿不健康也很痛苦 那天前两天 我爬仙基岩 走到一半 我穿短袖啊 我都在练经练活一边走啊 都没诵啊 结果我看到一个年轻人 三十几岁 跟着妈妈 带着太太 带着小孩 一家人来运动 结果一边走一边 奇怪蚊子怎么都咬我啊 怎么那么多蚊子啊 一群蚊子过来咬他 一直偏偏打 我一直啊没懂啊没懂 我想啊你肉吃的太多了 血一层酸性 蚊子闻到那个味道了 就偏偏咬你 怎么不咬我 走了来回走已经有几遍了 这是事实 我们学佛都懂 它有那个磁场啊 它散发出那个味道 蚊子知道啊 蚊子也有灵性的呢 所以蚊子都不能杀 蚊子都有佛性的 都是未来佛的 你究竟来看呢是这样子的讲法 现在人一般人不能承认 拿了滴滴滴的拼命杀 哎呀 这样子家里面怎么会吉祥呢 难怪意外连连 灾难平人 里面讲到 虽然是细小的昆虫 无形的草木 也不可以伤害 这里面讲到 连维系的小昆虫 和花草树木都不可以伤害 它有它的道理 那么其他较重 而且较大的生命 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人任意的伤害物名 实在是因为 不知道一切会动的 有灵性的友情生命 都具备有佛性 儒家也有嘛 树木正在成长的时候 不可以折断 所谓高材方长不折 有这个典故 也有这个讯事 怎么可以说 昆虫子 微小的生物 草木 没有知觉 就任意的伤害它们呢 你看圆节经里面的 续文里面说到 凡是有血气的 必定会有知觉 凡是有知觉的 必定同是一体的 而楞严金也说 如来经常说到 宇宙深入万象的形成 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 一切四处世界的因果 乃至世界的微尘 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心 所造成的结果 其中甚至一根草 一片叶子 一丝铝 一个结 追究它的根源 其实都是有体性的 你看 深宫说法万石点头 我们这个诚语都听过吧 这是佛门的典故 深宫很会讲法 讲了法非常深重 也那个万石石头听到的 都听名点头称四 石头听到都点头了 所以墙壁瓦利 怎么可以说它没有法性呢 他们无形的有法性 有形的有佛性 又例如古代有个田真 他的家里有三兄弟 这个典故 为了分家产 前面堂前有个紫荆树 也要把它分三半 零个大树 也要把它分成三份 你分家产分的那么细 结果呢 这个树听到了 紫荆树听到他们 田真三兄弟 要把它分成三段 马上就枯萎了 这个树的枯萎 因此而感动了田真 三兄弟啊 决定不再分家产 他们觉悟了 连树听到要分它 把它分成三遍 他听到之后 就枯萎了 结果他们商业之后 决定不要分了 这个树立刻又活起来了 这是历史上的事实 所以怎么可以说 草木是无知的呢 你看太上 在此垂界的用意 就是要人们对待一切有情 和一切无情的生命 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故事 来启发这个道理 你看从前啊 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在附近的池塘里面 有一只哈 就是瓣壳啊 非常欢喜 跳出了池塘 在池塘旁边 一心地地听 佛陀在演说佛法 偶然之间呢 这只 这只这个瓣壳啊 就被来听佛法的人啊 有人老妈年龄大 就组着拐杖来听 这拐杖就当场 啪不小心 正中那个佛陀的这个 这个身体 身体很小嘛 那个拐杖很尖嘛 一次就啪 当场就毙命了 因为这个 半壳一心 听佛法的缘故 功德很大 所以这只半壳啊 死了之后啊 就生到刀立天 也就是第二成天 做了刀立天王 也就是玉皇大帝 西方人说的上帝 是同一个人 并且从刀立天 又回来到人间 听佛陀说法 聆听佛佛 演说佛法的唯妙一礼 因此而开悟 正得了虚托环的出果 神出果圣人啊 也就是生闻出果 我们知道半壳是一种 微小的动物 但是后来却正得了很高的果味 从这个案例看来啊 纵然是维系的昆虫啊 也是不能够伤害的 从前另外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出家人 修行卫正到果位 因此而虚受了 他这个信徒啊 静得父子的供养 因为这个静得父子啊 天天供养了他 这位出家人死了之后 就在静得父子的这个 华园里面啊 变成一种叫草菌的植物 每天啊提供静得家中的蔬蔬菜 蔬食之用 别人想要拿它来取用啊 来吃它啊 怎么取都取不到摘不到 而且草菌呢 我们知道是一种非常微小的 菌类植物 却有这样殊胜的因缘 从这个案例看来 纵然是无情的草木 也是不可以伤害的 像国外啊 就很重视这个对 这个小动物的保护 甚至树木的保护 你看澳洲这个国家 它就很迟 他们政府就懂了这个道理 只要这个树上 有鸟的地方 要开公路 一定要请这个鸟搬家 生完孩子之后搬走 它才能砍这个树 佛经里面呢 也常讲到这个比丘啊 或者这个修行人啊 要住茅棚在山上搭茅棚 以前都没有这个建筑材料嘛 做旧地取材 三天之前 就要为这个树木啊 我们知道树木一公尺以上 都有树神的 是这个众生契机在上面的 所以有的花神草神草神草神 都有这个讲法嘛 你看地上镜就有了 结果现在三天前都要通知他 帮他诵经念佛持咒 供德回想给他 叫他搬家 然后再砍 佛祂给我们这种 有这种这种 告诉我们这种规矩 所以澳洲他们啊 或者是其他国外的国家 虽然没有这种 没有佛法 甚至没有听到佛头的这个教诲 但是他们懂 所以这值得我们参考 另外我们中国古代啊 泰昌这个地方啊 泰昌这个地方啊 泰昌州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吴仪的人 有天晚上啊 他就梦到两位全身啊 都是绿色 穿着绿色衣服的这个壮汉 向他求救 那么吴仪梦醒之后就知道 一定是有东西快被杀死了 结果天亮之后 吴仪就出门查看 结果见到几个人啊 手里面拿着斧头发现锯子 这么准备砍下他们刚刚买下的两棵 银杏树 吴仪这时候才恍然大悟 昨天夜里的梦境啊 他觉悟了 立刻拿出钱来 把这两棵银杏树啊 买了下来 这两棵银杏树啊 才免于被杀掉的命运 砍掉的命运 这个感应片里面的故事啊 都很有味道 很生动活泼 各位可以好好地看一看 这本书里面有四百个故事 这是教我们 吉凶霍乎之道都在里面 所谓霍乎们为人自招啊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啊 所以我们现代人在这方面呢 懂得太少了 因为学校教育里面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很少很少 所以希望有这个智慧的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啊 其实教育工作是春风话语功德无量的工作 尤其是我们现在道德交易非常缺乏 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讲得太少 这造成现在很多读书人 只有知识技术 只能够赚起 只会赚钱 他不懂得 他能起心动念 他的一言一行 对这个世间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 现在日本啊 科学家也讲了这个道理 所谓江本胜博士 在1984 1994年左右 他们一群人在研究水分子的构造 认为 这个水啊 结晶啊 他们实验证明了 无论什么地方的水啊 都能够听 能够看 而且能够接受人的意识 而变现出不同的结晶 在写微镜下来观察 凡是散的结晶都非常的漂亮 而不散的结晶就非常的丑陋 每一次的实验 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所以 江本胜博士他们 就劝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 人要有善心 人的身体我们都知道 75%以上 75%是水分 因此啊 心情善良啊 才还感恩心啊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宗教团体要存 提倡文要存感恩心嘛 那么身体所有的水晶啊 所有的水结晶啊都是美好的 最健康的 强壮而不生病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常发脾气 满腹的怨恨牢骚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水结晶啊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水结晶啊 就会非常的灼饿丑陋 灼饿的水结晶 就破坏了你身体正常的组织 人就生病了 这是我们对人的身体来讲 因此啊 江博士他们呼吁人啊 常存 欢喜心 爱心 感恩心 对一切事 人啊 对一切事 对一切物 不但身体随着念头变幻 不同的结晶 乃至于所有一些物质虚空都不例外的 你看这个道理啊 科学家也印证出来了 这是值得我们 深自反省的 那么这个传染病啊 能否制止呢 那如何的制止呢 金工法师他提到 他说啊 要用我们自己的心的能量 文艺传染病是不善业 众生不善业所造成的 如何的化解呢 我们的人心啊 能够回心向上 就能够化解这个灾难 就像是一杯水啊 你给了他不良善的讯息啊 水贴经就很难看嘛 同一杯水 再重新给他爱 感恩的讯息 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啊 在显微镜下观察 水贴经又转变为美丽 的结晶了 从这个世界呢 就可以证明啊 就可以明了 一切诸法的变换 是随着人心而变的 物理的现象 离不开心理 心理是主宰 物理不是主宰 物理是随着心理的变化 而在转变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原理啊 这个灾难的化解 就不是困难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对天下的安危 对天下的太平 都有责任的 所谓天下太平 天下安危 匹夫有责啊 天下行亡匹夫有责啊 儒家的教育叫我们讲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也是强到这个 不要以为我们各的言行举止 其心动念 对社会 世界 太平 平安 没有影响 真有影响啊 你看这个 周安市居士 清朝的周安市居士 是个大德 很有学问的 他就讲到 人人相信因果 天下太平 人人不信因果 天下大乱 因缘果报的教育啊 是我们现在人最切要的课题 我们知道 一切的法律 政治 乃至于科学物理 化学 在研究 在实习 在实验 都是因缘 果报 都脱不了这个原理 你杀人 一定被人杀 对不对 杀是因嘛 被杀是果嘛 当然因缘果报里面的学问很深 现在人都说 我看到了 我没有看到啊 善有三报 二有二报啊 他做坏事啊 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还富贵长寿呢 那这个好人 为什么短命而死呢 对因果的现象 不能够透彻的了解 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需要 好好地说明了 因果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不是三言良语所能道尽 感应篇《了凡事记》里面 这两本书各位多读一读 就知道里面讲的因缘果报 因果里面它有时空性的 你看 按照佛经的说法 因果报应是要论三事 第一种是现报 就是这一声就收到果报 第二种是声报 就是第二声以后啊 第二声才收到果报 那么第三种是后报 就是第三声 以及十声百声千声 万声之后才收到果报 所以今生啊 所做的 而却得到灾祸的人啊 这是因为他前生所造的恶业 现在的缘成熟了 而今生做恶事 却得到福报的人啊 这是因为他前生所造的善业 现在成熟了 所以福中有祸 祸中有福 就是因为不是存善存恶的关系 开始的时候有福报 而却有灾祸 这是因为他的善心退步了 开始的时候有灾难 而最后却有福报 这是因为他的恶心忏悔了 若是所造的善恶苦乐的果报 没有变化 这是在显示说明直接的报应 若是灾祸和吉祥互相的出现 这是显示的果报的隐约和巧妙 更有人所看不到的因德和因恶 那就不是人们的耳朵眼睛 所能够听得到看得见的善恶果报了 你要知道我们世间的法律 尚有不周延遗漏的地方 所以人可以抓法律都动了 很麻烦的 然而天道对于善恶的报应 则是绝对没有舒适之余的 所以说 造作善善恶 报应如影随形 莫道造恶不报 直待恶贯满盈 莫道修善无印 直待善果圆成 佛经也讲 家是百天节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议使果报 还自受 由此可知 我们在三界中所受到的苦报 在六道流会里面 上升三善道或者沉入三热道 都是我们自心所赶召而来的 要知道天往南逃 就是想要逃避 就如同在行路的途中遇到的大雨 四下旺去啊 全都是湿淋淋的 根本就没有可以躲雨的地方 但是世间的人多不久 无法洞察因缘果报的真相 果报都知道远的 当然也就看不到啦 就是看得见的果报 也都当做平常的顺境逆境来看 不加以重视 平时就是如此的轻扑 不能够觉察 若是自己碰到了大凶大吉的事项 可以相信的 就拿出一些都不灵验的事情来加以否定 如此的自己迷惑自己 怀疑自己 纵然是人生阅历很久的人啊 忽然觉悟了道理 但是人却是已经老了 而且习气已经养成了 很难以加以改变了 而年轻气盛的人啊 那正是豪气旺盛 就更加的难以相信了 这就是世间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迷思着自己 而走入歧途的原因 这么多人去犯罪 自然为什么一直每况愈下的原因所在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让大家众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因缘 所以大家才凭着自己的意识在做事情 既然是伤害了别人 也认为自私之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就不得了了 天下就大乱了 这一点特别提出来跟各位 报告一下 我们一定要深信因果 才能够转为而安 对断乐修缠才有强有力的支撑力量 要不然人都会面对着现实而逃避现实 会讲了很多理由 把自己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 那就糟糕了 那么吃 吃东西肉食这个问题 现在科学教育研究过了 肉食确实不宜吃太多了 比方说十分之一的肉食 十分之九的蔬菜 古类的这个植物 这是比较欲学上的看法 也不赞成多吃肉 其实你只要看看我们古代 肉食会影响人类的情性变化 你看李记上记载 持肉勇敢而汉 持骨智慧而巧 它会改变我们的学艺 和这个种性甚至 所以就能不能全部吃素 只要懂得善巧方便 吃三斤肉 这一点是方便的 你看三斤肉就是见杀不食 你看到他杀了你不要吃 闻杀不食 你听到他被杀的声音你不要吃了 还有这个专为你杀了你不能吃 另外加一个自养者不食 自养的不能吃 不能杀 这样慢慢的改进 以至于慢慢的改善嘛 因为人的息息太重了 一下子改善你改不过来 说实在呢 吃肉跟杀生的这故事相等的 这个很麻烦 如果一下改不过来 我们慢慢的改 吃早速 初一十五 有空的时候 吃多吃点肉鞭菜 不要一天都往摊那个肉 因为因缘果报丝毫不少了 真是跟你讲真相 吃他半斤还他八两 你敢吃吗 不敢啊 你真相信因果你绝对不敢吃的 但是因为世界人的习气重啊 一下子吃习惯了一下子断人放弃 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佛们有善巧方便 用这种三斤肉的讲法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吃早速嘛很简单嘛 不是太难的事情 你只要这个心 自然就有这个功德 你看 李比南老居士啊 这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大居士可以这样讲 对台湾的这个贡献太大太大了 廣经老师非常赞赞他 他就说了上等的功德 除了断二元之外啊 必须还要兼放生耶 你看佛家有一句话说 就一众生圣造七级佛徒吗 佛徒吗对不对 七级佛徒就是佛这个寺庙的七层宝塔 如此就可以知道啊 救一个众生的功德有多么的大 因为佛是心心念念要救度众生的 所以救一条众生的命 就是 就和报答佛的恩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佛家很强调放生 但放生的道理你不说清楚了也不行哦 有些现代社会的环境 和这个放生的这个环境都不一样 很多人啊 因为放生的功德是第一殊胜可以这样讲 很多人就他的账额就特别多 就毁谤就来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放生的方法 有一本这个 有一个卡带啊或者是CD啊 叫做转为为安 戒杀放生 各位仔细的听听看 里面对放生的疑惑和答辩很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个被我们放生的生命啊 他经过佛法的这个皈依之后啊 我们帮他持经啊念佛念咒啊 他来世啊 可以得到人生 在修学佛法他有解脱的机会 这个功德非常的大 而且 这个小鱼小虾的生命啊 说实在的也是一条命啊 他的钱啊却不多 各位平时可以节省一点 这方面的功德要多做 对你的修行 对你的往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古属士大德都非常强调 上身戒杀 我们要相信呢 这个道理 这个因果 我刚刚讲的是佛家讲的比较多 和儒家 我们儒师到三教都讲 那么西方的学者一样有这种道理 你看他也强调因果报应 柏拉图我们都知道 他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学者 我们世间人 遇之为哲学之父 他曾经表示过 凡人在世啊 有一条罪的 在死后当受十倍的惩罚耶 凡人在世有公道而勇敢者 在死后每一项亦受十倍的报仇 一直主张有因果和轮回的现象 这是柏拉图的讲法 我们读哲学 我们大学都有哲学系嘛 我女儿是哲学系的 所以我叫她多读佛经 你读通了佛经 读通了老子 你对哲学就很通了 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我是学心理辅导的 他兼哲学家 叫威廉·詹姆斯 他说 如果有人坚持不承认因果的可能性 将来不仅自己要吃亏 我们 我们的社会也不知道要继续的吃多大的亏啊 这是完全几乎事实 你看我们现在违法犯罪的 他是不是相信因果报应 他不信啊 他只相信自己啊 我只信睡觉啊 他什么都不信的 所以他敢肆无忌惮 他敢胡作非为啊 他敢自私自利 他不晓得自私自利是自私自害啊 他不知道这个果报 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啊 你说怎么办呢 就是私教了嘛 我们教育学校那么多 教育这么发达 结果都私教了 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教育的目标 他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教育目标 是西圣西贤的教育 所谓读书自在圣贤 诸子之鸦格言 讲得很清楚吧 现在教育的目标 都要找职业 都要赚钱 就读书自在赚钱 所以目标一错 满盘皆输 天下大乱 原来如此 跟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啊 要从根本下手 君子物本啊 很重要的呀 我们想到 众生为果 灾难来了 恐怖的不得了 你看 我们台湾 或者全世界现在 灾难这么多 一下子不是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世界的七级大地震 死了多少人 要知道灾难形成的原因 地震是人的心的不平 人心不平 傲慢所造成的 感召地震的 人心不平 产生地震 这是佛音上讲的 水是人的贪心贪念 太重了 参与太重了 产生水啊 感召水来了 你看我们瘫的时候 都会流汗啊 口水看到好吃的东西 哎 有口水了 餐吃了 你看 开发过度的开发 造成水土保持不平衡 对不对 从中某起这个利益 水就来了 台风一来 啪 吹的水灾 没办法疏 疏红道具有问题了 就产生水灾了 就贪心造成了 陈慧心 产生火灾 战争 你看我们检查看看 众火案 承认心嘛 对这个社会 他认为社会公理 不可正义 社会对不起他 他承认心感召了 众火 你看众火案在犯罪里面研究了 都会再犯的 一定要在军医里面 要辅导他 要给他心理辅导 他的再犯率 就不多了 百分之八十可以矫正过来 否则出来百分之八十九十会再犯 你该怎么办 所以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 人只要明理了 心安了 所谓理得而心之安 他就没事了嘛 他有事就是什么 理不得而心不安 怨天尤人 最后怎么样 就开始付出行动了 所以 真会感召火灾 你看两国相争 对不对 往往是眼影的冲突 火大了 打了 不顾一切 对不对 或者面子问题 或者是政治动机 或者什么动机 经济因素 都是这样子的 感召来的 餐餐吃嘛 鱼吃感召风灾呀 台风特别多 并不是自然界的现象啊 那是不负责任的讲法 那是推卸责任的讲法 科学的研究啊 还是有限性的 科学在三百年的历史啊 科学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啊 古圣先前都知道 它的来由 它的征兆 它的原因是在哪里 所谓圣人的智慧 放诸四海而皆准 它是真理 百事已是圣人而不破 任何一个圣人 后世的圣人 绝对不会推翻 以前圣人的讲法 和看法 和说法 所以佛佛我造同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是凡夫啊 你要求得智慧啊 要相信圣贤之言啊 不能有疑啊 不能有怀疑啊 现在众生的毛病 就是疑心太重啊 要知道啊 疑心啊 会让你损失很大的利益啊 修行里面也是这样子啊 菩萨最忌讳就是疑啊 念佛啊 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 大家认为 念佛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说它简单 其实很简单 它的道理生的不得了啊 很多菩萨 不了解念佛的好处 书胜的好处啊 他要绕了很多圈 才能够成佛啊 那经过很久的时间啊 所谓三大阿僧奇节 才能修理成功啊 但是念佛这个方法太棒了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因果不虚啊 这一生念佛 这一生就往生极得之间 你要深念才行的 癌症病人 有生病的人更要念佛 平常人健康都要念佛了 为什么念佛有好处 念佛就是念你的心 你看佛这个字 它是智慧觉悟的意思 念念清楚 念念明白 念念明白 你看念这个字 当下这一念心 你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不会做糊涂的事情 你不会讲不好的话 你不会做不好的言行举字 你不会去犯罪 所以祖师大的叫我们要念佛 就是这个道理啊 很深的 不是三言两语所能 道尽的 他深到 连等觉菩萨 都不见得很清楚 他的究竟的道理 何况我们凡夫啊 所以说念佛 很多人不相信是正常现象 但是有很多老太婆 阿公阿嬷不认识字的 他知道念阿弥陀佛 他知道 他说念的绝对有好处 至少鬼不会靠近你 走黑路会怕 念一句佛 鬼就退避山色啦 因为我们念佛有光明 鬼看到你那个光啊 他就退了 所以你要真心念佛一句 功德就很大 所以要转为为安 要消灾免难 要化解当前的灾难 瘟疫 地震 水灾火灾 风灾 或者战争 这些众生都不喜欢 都会影响世界经济 影响世界和平 大家都不喜欢 人类都希望往幸福的道上追求 但是幸福怎么达到 不知道 那不行的 平安幸福之道 戒杀放生 持戒念佛 这八个字 戒就是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的意思 所有的善我们要去修 所有的恶我们要去断 这才能够转为为安 才能够消灾免难 那么我们现在当前要救急 杀出当前 或者是有重病的 我提供各位参考一下 除了我们认真的念佛之外 要深信因果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有的人 众生就是这样子 勘取这个 转世禁地 认为自己 求人家帮忙 没人可以帮你增上缘 你不能完全靠别人打仗 靠自己才行 有的 比方说有的这个 有的人得到了 这个SARS的疑似症状 而紧张得不得了 他要去求人家 自己人 修行人力 帮我忙啊 帮我化解化解啊 他也相信这个 化化化这个 对他有好处的 把他念念 其实应该他自己念 你赚了那么多钱 你的职业那么高尚 这个高级 这个富贵 又那么富贵 你还要求人家 应该求自己嘛 很简单嘛 道理很明白嘛 就是多认真的念佛 这时候放生 你想尝命 你想这个平安 你要放生生命啊 你才会得到平安啊 过去你也吃了不少的肉嘛 你也没有吃素嘛 对不对 这个放生是最快速的 做功德最快速的 其实我都想跟他讲一声 可是啊 世界人的千贪啊 把这个千贪视为生命 世人 把千贪当作生命 看得很值很严重 很吝啬 不肯自己 不思 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果报现前又很紧张 很害怕 所以说很麻烦啦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啊 好好的讲一讲 让大家都有这个尝试 平时虽然没有注意到 遇到事情了 你还会知道应该怎么做 遇到事情都要靠人家帮忙 这样子把责任推给别人 我觉得这样对他自己也不见得很好 效果也会减少 要自己懂得道理 自己肯去干 那 这时候应经 不思 放生 好好的自己 练佛 你自己心自然就静了 不要一天再想那个病 你会紧张 情绪会紧张 会严重影响你的病情 会产生恶化的现象 免疫力 人的免疫力在紧张 焦虑之中 会降低的 所以养病要需要静心 我常常告诉我们同仁 生病的人 你就在医院里面养病 你千万不要看电视啊 不要看报章杂志啊 你这时候就一心的念佛 一天内两生 两三万生 就你自然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所谓病由夜生 夜由心照啊 你为什么不照善业 不照静业呢 可以转你的这个恶业 病自然就会降轻 自然就会好的 另外一种方法 跟各位参考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虚空的磁场 现在很乱 因为众生的恶业太多了 每一个人念头想的 几乎都不是好的念头 都是想要自己自私自利的念头 想要这个 占人家的便宜 所谓起心动念 我不是罪 我不是业 如果众生的这个罪业 有形有相 有体相的话 尽虚空不能容受耶 是经典上讲的了 你看我们造的业有多少啊 从无始节来的业太重太重了 怎么办呢 要转啊 要忏悔啊 忏悔可以消业啊 念佛就是最殊胜的方法 一切罪业 一切经咒啊 没有办法消灭的罪业啊 这个清朝的慈云灌顶大师讲了 又练阿弥陀佛可以消除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啊 或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书圣啊 三藏十二部经典啊 说尽了 还没有办法形容 这六个字 这四个字的功德 所以你看佛祖劝他爸爸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经典都有记载嘛 他爸爸是国王嘛 禁犯王嘛 佛祖为了继续孝道 劝他爸爸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有病的人 癌症的人 要认真地念佛 这个身体说实在的 你要这样想 这个身体是假的 借你用用而已 如果你命到了 干脆去往生极乐世界 得到子魔真金色身 所谓金刚不坏身 跟佛祖一样 永远不会轮回生死 彻底的解决这个人生老病死的问题 那多么棒啊 如果你的命没有尽 你念念佛 布施放生 一下子病就好 很快的 不要说他们残来残去 把医药会花了多少万 还不好 那真是受活罪啊 你痛苦 医生也难过 天天看你就是不好 他说把你治好 他还有信心的 他看你在他 在医疗之下死亡了 他也会影响他的信心的 你不要看 对不对 他也会有挫折感 就像我们心理辅导一样 辅导成功的一个 对自己的 辅导的这个方法 就很有信心 如果失败了 会影响到对方的人 人总是要有信心嘛 信心可以产生力量 所谓信仰生出力量嘛 还有一种排除病气的方法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本身就带有灼气 如果情绪不稳定更严重 加上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 加上外面的磁场 别人给你的情绪影响你 我们接触了很多人事物 你会起心动念 会招感那个磁场不好 所谓气氛 会影响 那么西方人讲磁场 中国人讲气氛 我们可以把这个浊气排除掉 怎么排呢 这个方法可以推广一下 可以救很多人 可以让大家的健康啊 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 不容易恶化 其实癌症病人的浊气非常的重 有病的都有浊气在身上的 所谓病气 怎么排呢 很简单 把它吐掉嘛 把它吹掉嘛 所以土纳 我们中国也就土纳之术嘛 我们不用土纳 土纳稍微要很多细节 很简单 就跟吹气流一样 就吹掉它 会吗 吸口气 对着地面 对着这个 比较没有人进入的地方哦 否则灼气恐怕会伤到别人哦 灼气伤人哦 我们要保护自己 我们也不要伤害到别人啊 所以找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 水锅旁边 或花草的旁边 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把那个身体里面的灼气 借着这个 吹气的方法把它吹掉 吹个二十次到二十四次就可以了 吸口气这样吹出一次 跟吹气就一样 长溪长土了 二十次到二十四次 就把它吹干净了 吹的时候就要如是观想 用你的信仰可以产生力量 这样吹得吹得干净 熟悉才排出静静 要不然光这样吹力量可能不够 你用你的信仰 你信上帝的 你就默念耶稣基督 你信天主教的 你就默念圣母玛利亚 你信佛法的 佛教的 就念阿弥陀佛 或观音菩萨都可以了 默念 吹的时候是默念 知道吗 因为在土系里 不能念出声音来嘛 你的心也会 会诚恳 而且会专一 会影响 或会对你这个病气的排除 有很大的功效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你信神的 用你的神明的圣号 一样可以 这个法法圆融啊 没有障碍 这是排酌器的方法 对你的病情有很大的增上缘 很好的一个助缘 你们参考一下 那么 像医院里面 我们大家都说 到医院里面 其实好像回来都要洗洗啊 自己静一静生嘛 有这种讲法嘛 世间都有这种讲法 所以从事医部的人员啊 功德功劳都很大的 但是你们天天接触这些 这个病人啊 难免身上有病气 所以你们 最好早晚排斥两次这种方法 那回来都要静静生啊 用那个药草啊 或者这个中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嘛 洗洗身体 那么家里面呢 或者医院的 或者是磁场不好的地方 可以用埃荣 埃草啊 我们中国讲埃草嘛 这都有驱邪的作用嘛 可以净化这个磁场啊 埃草也可以 啊 对这个健康都有帮助的 那么信佛呢 用大杯水 所谓撒净啊 撒撒净 都有帮助的 但是可以当做助援 那么 大蒜来讲是五星啊 佛家比较不强调这个 介石五星啊 但是大蒜有它的防病功能 提升自己的抵抗能力 可以开源吃 你要治病可以吃它 你看以前一个生了肺病的 这个肺病啊 末期的 没救了 大概几十年前的事情 在北京的协和医院 宣布他肺病三期 没救了 他就回家 在进自己的乡下嘛 种菜嘛 就种大蒜 自己没有事就吃吃吃 吃了三个月六个月 吃好了 医生觉得很奇怪 你吃什么啊 说我没有什么吃什么 我没事就吃吃大蒜了 就叫好了 结果 医学家就发现 大蒜有这个抗癌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宜多吃 你没有病的时候啊 也不用 因为口吃了会嘴巴会臭 啊 练经练佛啊 大家会比较有忌讳 那么 有一种方法可以吃的时候也方便 就把它拍碎了 用水吞下去 再用点茶 喝一喝 或者输出口 或者吃泡泡糖 这种方法都可以把它解决的味道 你不要咬 咬就比较味道很重了 不要吃多 一粒就好 一小半就可以了 这种增强我免疫力的 抵抗能力的 你看我爸爸以前是军人 他已经习近打仗 那时候没有矿泉水也没有自来水啊 那时候都很差的了 几十年前 那喝这个三千水啊 又没有消毒 吃都会拉肚子的 所以我爸爸就跟我讲 那时候他们有一个人就 就在身上带着大蒜 每次吃他就不拉肚子 而其他人都拉得一叉糊塗 可见大蒜真的有预防的功能 有这个消除这个脏东西的功能 有这个好处 但是吃也要懂得怎么吃 也不要天天吃 如果这个疫病期间的话 应该天天吃一粒 一片就够了 严重的话吃两粒嘛 当要吃嘛 有开源的嘛 记忆都有开源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不知道当他吃的 吃的为了好吃来吃它 那就不对了 我贪吃它的味道 其实它的味道不真好嘛 因为大蒜生食会增灰 吃多了生吃它 会增加我们的生灰之心 会发脾气 量小不影响 一点点不影响 那熟食的会增加 会促进荷尔蒙 那心意就会增强 就影响修行 所以佛门就不主张吃它的道理在这里 但是它有开源的 另外 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 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也要戒除这种方式 免得免疫力会下降 容易产生感染疾病 这一点大家很少提到 在看病治病之间 要戒除男女色 很重要的 你看英国大致就提到这个事情 他有一个弟子叫关种之 重病之后 医生说 医疗往校 他呢 就靠佛菩萨 慈悲加持她 她小太太 她有妾那时候 就求佛菩萨加 希望能让她的病好 很诚恳地求 真的 拉她肚子以后 好了 都好了 跟正常人一样了 气色比仗人还好 因为她是看了她 很高兴 但是没有 后来又看到她 一阵子一个月之后看到她 脸色跟死人一样 哎呀她糟糕了 她忘记提醒她这件事情了 所谓父母为其其之忧啊 有病的时候 绝对要禁绝防止 这一点 可能现在人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看了病啊 往往不会好 跟这个有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它的重要性 所谓射至头上一把刀啊 炮射必死啊 这个人很少人提到 另外 我们台湾现在 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 堕胎的问题太严重了 这也是杀生 而且是杀人 她的罪业啊 比杀畜生还要严重啊 人是万物自灵嘛 所以说 那天啊 前几天啊 前一阵子 我碰到一个小姐 跟我讲 她专门从事这个 很接触众生的工作的 职业上是这样子 接触很多男男女女 近年男女 她就问她们 她说 小孩子 没有结婚是同居的 同居的风气很行 然后产生意外的怀孕 结果呢 就跑去堕胎 有的已经多了一两个 三个四个都有的 把她吓 吓一跳 哎呦 现在人怎么那么乱啊 迎风至胜啊 风气死燃啊 所以说台湾灾难 跟这个都有关系哦 每年卫生署的统计 三十二万人吃 这是有统计的 是等于堕胎 如果没有统计的可能是 根据他们估计啊 是四十万到六十万人 八十万之间 那更不得了了 如果十年杀下来的话 你看台湾现在几十年呢 难怪台湾的灾难这么多啊 这不是唯言耸听啊 这是真人 真真真事情啊 所谓人命关天呢 这句话 这四个字很深的意理在里面呢 你看 我从这心理辅导的 只要是车祸 撞死人的 他这个命盘啊 他的所谓的命运呢 都不好 他的职业 都有问题 我所辅导的个案里面 都出事了 不是一种法办 就是 格子查办 不平安 是要帮你报仇的 所以欠命还命啊 欠债还债啊 而且各位要知道 你跟我们有四种姻缘 报恩 报仇 如果你来的 仇胎的是你呢 报恩来的 你把他剁掉了 糟糕了 恩将仇报 如果他是来报仇的 仇上又天命债 更严重了啦 所以各位啊 要知因畏果啊 自然能够 屈吉避凶啊 天主教现在非常反对堕胎 现在我们的法律 都有点 太松了 被堕胎 没有 这个 防止的功能了 所谓义生保健法的第六条 地基款的第六条 这很麻烦的事情 下一次我会在 两性关系里面 特别讲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啊 只附带的说明一下 所以我们要懂的这个 万法维新 一切维新所造的道理 就能够 把灾难 化解于无形 所以说 金工法师说 我们的心地清静 慈悲真诚 用平等心 用自觉心 用慈悲心 自然 什么瘟疫 都能够化解 我们真正做到清静 慈悲 就不会感染到一切的传染病 甚至 不会生病 修行功夫到家了 一定是不病 不老 不死 这是金工法师 常常强调的六四 可惜我们修行功夫可能都不到家 所以难免会有感冒 会这里有病痛 这是我们要深深忏悔 认真地修持 才能够把过去的恶业消除 为什么 在香港广东 和台湾 和比较 经济发达的地区 会有这种瘟疫 发生呢 反而贫穷的地方 你看 这次的杀手流行 都是我们这些地方 因为我们这些地方 杀业特别重 肉食太多了 讲穿了这句话 也许大家听不下去 其实你听了下去 就表示你有善根 你听不下去 这个问题 没办法解决 等到时辰到了 时间到了 业障现前了 这时候你后悔 可能来不及了 所以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什么叫老人 孔子 耶稣 这个天主 释迦摩尼佛 这些都是老人 他们所讲的话 都是真理 我们凡夫俗子听不进去 保证你吃亏 上大当 所以不要跟着感觉走 要听老人言 不要吃亏在眼前 这次SARS的危机 灾难 所谓的灾祸 当前影响我们经济很严重 都是在的 光是股票每一个人的损失之外 听说 对不对 但是要记住 灾难来的 我们要懂得反省 可以化为机 为转机 所谓 获兴 福之所依 福兴 获之所福 老子讲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灾祸来的 灾祸 这灾祸来了 你要知道 幸福 以旁在灾祸的旁边 幸福到来了 灾祸 残忽在幸福之中 所以灾祸来临的时候 只要我们从此 心存正直 小心谨慎 未必 不潜藏着幸福 相反的 当幸福来临的时候 如果我们沉溺于享受 胡作非为 未必不潜藏的灾祸 你看我们生活的太幸福了 我们都是年轻人 新鲜人类 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叫苦 确实太幸福了 福报想完了灾祸就来了 这种祸福循环相生的道理 谁能够明白的究竟呢 所以一定要读圣贤书 你才会究竟彻底的明白 它的奄缘在哪里 它的道理在哪里 今天时间有限 时间也到了 不晓得各位有什么疑问没有 现场 现场 同修们 如果你们可以替众生发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场解答一下 有没有问题 不要客气啊 所以说啊 真的是这样子啊 众生都爱惜自己的命啊 万物伤亡 总痛情啊 虽然从已已贪生啊 一般生命天生旧啊 奔赴儿童 莫看清啊 小孩子啊 看到蚂蚁都不能踩的 蚂蚁尚且贪生怕死 真是这样子啊 所以要训练小孩子 慈悲心 从小就要交起 爱护动物 不但在爱护大的动物 小动物都爱护 因为它有生命 今天啊 我们的话 就到此为止 要知道 吉凶霍虎皆由心照 何气至乡 利气至乡 至殃啊 都可以做我们的 牢记在心童的名言 刚才有人问到 除了排酌气的方法 还有什么助援 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叫保瓶气 养生第一气功 叫保瓶气 什么量呢 这很简单 可以增强我们的肺胀功能 肺胀是我们人体器官里面 最大的器官 而且你看没有气的话 我们就气弱了 就容易生病了 对不对 英雄气短啊 就再见了 所以这个空气 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人的气旺的话 说实在是不容易生病 我们说精神就好 所谓精气神 气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呢 很简单 站着 放松 收小腹 收下巴 这个要点在这里 吸气的时候 全部吸在肺帐 一口气吸进去 吸饱了 闭气 就跟蜜水一样 游泳蜜水 不准呼吸 闭到最后受不了了 不要吐出来 再忍了一下 受不了了 再吸一点点 只能吸 不能吐的时候 再吸一点点 再撑个十秒钟 五秒钟 再吸一次第二次 再忍一下 实在憋不住了 再用鼻子 用鼻子 不止嘴巴 吐出来 慢慢的吐 不要太快 就一个回合 早晨空气好的时候 打个窗户 练三次到五次 差不多了 晚上不要练了 晚上的气比较差一点 早上白天都可以了 早上是最棒的 精神非常好 一天的精神都很棒 而且这个好处 我们修行人 练这个 练这个 我们练的时候是默练佛号 可以让自己体会到 身体确实是我们很大的负担 身体的缺陷 没有气真的会死掉 有点感觉自己才往生的样子 忍耐那个痛苦 增加你对无常的感受 人命无常 在呼吸之间 有这种感觉 你要忍耐 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可以让你免疫系统增强 抵抗力会增强 很快就有效果 练了几次很快就有效果 养成习惯很重要 你身体不练的话 也不行 虽然身体是一种工具 有好的身体 有健康 精神就会好 事业才会好 修行才会得力 要不然我们修得病厌厌的 人家看修行怎么这个样子 也不太好吧 说服力就不够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问到了 刚刚 说这个牛肉为什么那么 要吃牛肉 牛肉真的那么不好吗 很麻烦的 你看看瘟疫的 刚刚异鬼答了 你家没有吃牛肉 所以才能免受瘟疫 要知道 人所犯的罪恶之中 杀生最为严重 而杀生的罪恶之中 又以杀牛最为严重 而且吃牛肉的人 与杀牛肉的人的罪是相等的 你看肖东白先生说到 他说我奉劝四人不要吃牛肉 因为牛为人耕田拉车 对世界很有功劳 反而遭到杀戮 要知道我们吃的食物 是从何而来的 但多半是牛的功劳 我们怎么忍心把牛杀了 煮来吃呢 可能现在又有人疑问 牛我们现在不用肉牛吗 有这种怀疑了 以前都是真的牛在工作的 几千年来都是牛在工作的 所以他功德很大 但是不因为现在用肉牛呢 他还是牛啊 你不能说他是野人 我可以杀他 他不是自我可以杀他 他还是人耶 所以不行就是不行 肖仙又说到 牛被杀死之后 肢体被肢解了 而且牛的两只眼睛仍然是张开的 牛死后张开双眼 就是在看那些杀他吃他的人 能够保住人生多久 这样的杀爱与仇恨 来生不变牛才怪呢 所以牛是不能吃的 狗也是一样啊 狗对人类也很有贡献的 狗都很忠实嘛 还帮人类开门 他有功劳 所以狗也不能吃 有的人啊 担负狗狗吃狗肉 甚至有些人啊 官位高的人啊 或者是读书人 上流社会的人啊 把狗肉啊 吃狗肉认为是一种豪棒的行为 把狗每其名叫做地羊 错了 读书的目的占明理嘛 怎么可以对这种事情 是如此的糊涂呢 你看宋朝的这个 一个宋绝先生说啊 以前人啊 他说我今生 若是不痛切地 戒除吃狗肉这个毛病啊 来生我就会有尾巴 其实我们认为啊 并不需要等到来生 你只要看到那件 杀狗肉的和吃狗的人啊 从我们前面经过 就会被许多狗对他狂叫 有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或许是他们的形体 已经产生了变化了 就是这样子啊 狗闻得到那味道了 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参考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是问到 这个病痛啊 它的来源 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 我们人会生病嘛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生过病 说实在 病的来源不外乎三大类 第一是我们饮食取疾 调理不当 引起了生理的疾病 凡是属于生理的疾病 医生可以治的好 医药可以对治 所谓 医生是医病不医命啊 你真要死的病啊 医生是医不好的 所谓要医不死病啊 佛度有缘人嘛 到底都讲得很清楚 第二种是冤业病 所谓冤痴啊 在主啊 复体了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这个事情嘛 报纸有灯嘛 医生看不好的 药物也绝对治不好的 就像在慈悲三昧水灿里面 记载的 悟达国师得到人面疮一样 这不属于生理的疾病 还是这一类的病就要调节 用方法来调节 效果最快 自己也可以发愿和他跟他和解 或者请回去有德行的 有修持的法师 或者是在家居士 为他讲开示 为他诵经 念佛回向 或是对方肯接受了 病马上就好 那么第三种是属于业障病啊 这是自己过去生中 和今生所造作的 许多恶业的 所感召的果报 这个病啊 既不属于生理 也不属于烟心再辱 很麻烦 但是只要自心忏悔 改过自心 断恶修缮 才是有救的 有此可知 什么样的病都有办法对治 自己要懂得方法才行 要如理如法 自然能够解决 病痛 那么念佛呢 一定要请求佛菩萨加持 世尊在无量中心上面告诉我们啊 当我们有疾难的时候啊 专心持诵啊 观世心菩萨的名号啊 求菩萨 持别加持 往往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这一点提供各位参考 佛力是不可思议的 凡夫的力量有限嘛 各种宗教都有它的力量 信仰会伸出力量 所以我这里很强调 各种信仰 只要是传统的 几千年来的正确的信仰 作为它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我们不要对任何宗教产生排斥 除非它是邪教 我们不要去信 信教总是好的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吧 没有了 我们就 为众生啊 每一个人都要发怨 在这段时间啊 加工 累行啊 认真的修持 回向给这个灾难的众生 让这些 这个SARS的病毒啊 他也是众生啊 对不对 回向给他解冤四劫 不要小看自己哦 每一个人有这个怨心 很快就解决了 SARS的来到都是欺民 瘟疫的来到都是欺民时间啊 欺民节的前后嘛 一个月就 一般来讲 以前历史上 一个月就过去了 这一次来的特别重 就表示我们的众生恶业太重了 所以大家都要断恶修缠了 都要忏悔 自然能够挽回天心 谢谢各位 亲爱的听众朋友 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 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 很想知道王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 现在特别向您说明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 绝了谁是我 心理辅导经验谈 改造命运救世界 生命能量的释放 自我成长改造命运 关怀青少年心理 话说从头 从头说起 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 怎样获得真实福报 从了凡入净土 生命尽头的省思等等 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 各位朋友 若是有兴趣的话 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 在此祝福您福会增长 平安吉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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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